由新北市社会局与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携手推出的完美人生 一爱不留遗憾艺术巡回讲座 首场在金山医院与长辈见面 规划心理师、营养师还有知名的艺术家 甚至还邀请到警分局的小队长 要来教长辈财产防护 高龄化的社会引发长辈们如何规划晚年生活 创造自己的完美人生 由新北市社会局与台大医院金山分院 洗手推出完美人生 一爱不留遗憾艺术巡回讲座 首场在金山医院与长辈们见面 规划心理师、营养师 甚至是邀请到警分局的小队长 要来教长辈财产防护 要让在地的长辈晚年生活幸福又有保障 新北市社会局的一个活动 由我们金山医院做负责来规划以及举办 那晚年人生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 一个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包山包海 包括营养、运动、健康 甚至包括银行跟所谓的财产管理 那这些的话都是对于 我们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增长的一个知识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规划一系列的银法课程 从心灵保健到医疗保健 还有财产保护到输押艺术手作 以及长辈们一日三餐都会碰上的营养餐盘 该如何吃 透过巡回的讲座要一次带给大家 这带给长辈的营养课程是 发现说我们长辈一般都有蛋白质 然后蔬菜水果和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今天就是借由介绍我的餐盘 教导长辈如何均衡的摄取六大类食物 以及适当的分量 来提升长辈的健康活力 然后让他们健康久久 借由巡回讲座要让银法族认识自我的心理与生活 与老化过程中身体与心理上的变化 以及了解随着年龄伴随而来的老年疾病 社会互动与生活适应等议题 透过情绪管理课程 抒压辅助手工园艺等 提供长者心灵的支持 带领长者规划 银法生活 老人兴趣探索 悠闲活动的规划 志愿服务 以及鼓励长者自我实践 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 季交平和金山采访报导 按摩 谢谢大家